你怎么在这儿 我知道了 你是桑杰的未来福建 是的 你们两个人很般配 男才女貌天生的一对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我非常了解她 可人是会变的 没错 我承认人会变 但是 本性很难改变 她很爱你 对吗 我们应该用最高的礼仪 来感谢我们这位救命恩人了 那你们聊吧 别走啊 我想塔拉兄弟来找我 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找你的确是有事 我听说你要配合田中 把成林迁到归随去 你认为我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我只是一名刚刚继位的扎萨克 成林东迁这么大的事情 得是蒙署的众王爷和蒙长 在那儿决定的 你是七个王爷当中的一分子 你手中也掌握了绝控权 东迁是众人的决定 我鼓掌难鸣 再说了 我总不能看着 国民政府把成林 迁到重庆去吧 国民政府和八路军进驻草原 是为了保护草原 不受日本鬼子的侵犯 除非小鬼子要劫持成林 否则他们不会随意地把成林 迁往任何地方 塔拉 我看你现在已经彻底被 共产党的言论赤话了 你别忘了 你是个粗人 你的脑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我是个粗人 我还曾经是你们王府的奴隶 但我起码懂得做人的尊严 和维护祖先的尊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曾经也是一个有良性 懂得维护尊严的人 人骨子里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千万不能轻易地丢失 如果丢了 就不能成为是一个人 你好好想想吧 什么东西 一个狗奴才严敢在这儿教训我 在我看来 他说的话没有错 你是该好好想想 能力吧 你还在替他说话 你要是喜欢他 你跟他一起走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地无聊 你让我瞧不起你 别 我说不得了 情愿我都跟你说了 目前看来 成临的八百史不得不东迁了 在八百史劝到归随之前 你们大忽特人 一定要严密保护成临 没有我的守令 谁也不能靠近八百十 知道了 翁长大人 我看 最近这段时间 所有的祭祀活动 暂且取消吧 以防 各种待人混进来搞破坏 大人 我们达尔护特人 祖祖辈辈都是圣灵的守护者 七百年来 没有出过一丝差错 大人放心 我们的左部和右部 定会严加防范 保护好圣灵的 恶王爷 有一支队伍向成林开过来了 什么人的队伍 八路军 八路军 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再去探 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是 前面就是离成林不远的 糊涂害好 那里有一些闲置不用的土房子 我们可以在那里安营扎寨 好 我们就去那儿 王爷 八路军的骑兵 行之糊涂害豪 停下不走了 看样子他们是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那里和这儿只有一步之遥 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 想干什么 是啊 八路军来这儿干什么呢 他们可是从来没到这里来过呀 你赶紧派人到苏王府 告诉桑洁台记 让他派保安团过来 是 哦 等一等 大人 我看 还是先弄清楚八路军来干什么 再做决定吧 等弄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再调兵来 只怕是太晚了 桑帝台记 这是恶王让我给你送过来的极箭 他还让我转告你 沐汉支队的骑兵 已经到离成林不远的糊涂害毫了 还要你立刻带领保安团 即刻赶赴成林 行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诗乐感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不是耗啥钱吗 我们在钱无赌 你看我赢了多少 赢了这么多钱啊 对啊 我不在这儿站网呢吗 你去 你去 我在这儿给你看着 天哪 真的 好 那我去了啊 多赢点啊 快下来 我又是来救你的 你是来救我的 对 我是来救你逃命的 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我会报答你的 报答的话以后再说 现在赶紧跟我逃命 走 你们胆真够大的 就不怕被大少爷发现吗 还有你 你这可是杀头之罪 哥哥 你你还会扔了吗 你扔了我吧 我如果还要来世 我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哥哥 哥哥 你是个好人 你不能眼睁睁看他被憋死啊 哥哥 得了 你们快走吧 好像有人来了 等等 拿着 路上用 走 这辆车是你让他拿来的呢 你暂时就躲在那里 我嫂子拿不起会照顾你的 图图拜托你了 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刚才从屋檐上穿下一只野猫 吓死我了 对了 是大少爷让我过来找你的 大少爷让我过来找你的 所以马上要集合队伍去成岭 怕你一个人孤单 想让你一同前往 知道了 兄弟 拜托了 弟兄们 盟长大人 要我们把队伍拉到成岭附近 去执行一项任务 大人 成岭那边出现什么情况了 听说 前面发现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 八路军的队伍 八路军的队伍 你们最大的声音告诉我 能不能 能 出发 大人 老大孩 队长 来 先走 好 马团长 田队长 你好你好你好 你们的队友都来了 都来了 不过 按这里的规矩 部队在成岭附近部署警戒 我们还得去拜访一下 达尔胡特仁的长官达尔克 对 跟他讲明情况 获得准许 如果不这样 会被视为对圣主不敬 我明白 我早就把礼品准备好了 余大宝 到 好了 跟我一块走 把东西带上 走 是 是 没想到厄王爷在这里 厄王 厄王你好 是马团长和田队长 厄王好 田队长好 大人好 您好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 拔鲁军游击队的田队长 这位是达尔胡特仁的长官达尔克 您好 达尔嘎大人 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太好了 一边请 请 尊敬的达尔嘎大人 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 我们的队伍里 有许多战士 都是蒙古族同胞 他们对圣祖 成吉思汗 都十分敬仰 对你们达尔胡特仁 常年看守着成林 也十分地钦佩啊 谢谢 不知田队长 马团长 今日你们到成林来 有何亏干呢 我们把部队拉到附近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在成林外围住房 保护成林 大人啊 您可能听说了 这小日本鬼子 也在打成林的主意啊 想把成林迁到归随去 我们是绝不允许 他们把成林迁到归随 怎么 是日本人 要把成林冬于归随 是的 希望我们的这次行动 能得到您的理解 保卫成林 这是一局 我们能理解 如果二位大人没有意见的话 保卫成林的任务 就由我们巴鲁军来承担吧 不行 保护成林是我们保安团的事 不需要外人来插手 阿王 我是奉阿尔多斯盟署的命令 来保护成林的 阿王爷 既然有我们的存在 王府的保安团 我看就不用插手了吧 我们王府联合保安团 就是负责阿尔多斯当地治安的 保护成林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我倒是想奉劝各位 手别伸得太长了 田队长 如果你们是来成林住房 保卫成林 我是不会反对的 不过你们应该有国民政府的 书面授权才行啊 授权书的事我出面去办 到时候我会交给您恶王爷 既然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看你们的队伍 撤到成林十里以外去吧 十里以内 有大尔呼特人负责 除了大尔呼特人 谁也不能带枪接近圣地 是 盟长大人 我马上就去安排 我们尊重盟长的意见 就先在十里之外住房 我们保安团 在外围也要住房 这不是王府不可一世的涛德吗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那不起 是你小叔子兔兔 让我把他送到这里来的 既然他还活着 就让他留下来吧 阿爸 女儿 你不在苏王府待着 跑这儿来干什么 阿爸 你忘了我随你来苏王府 是因为你答应过我 让我当盟署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 我还没有糊涂到这个程度 我和盟署的有关人员商讨过这个问题 但很多人都认为 你一个女孩子 抛头露面的事情 你不合适 阿爸 作为父王 你不该失信于我 或许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是你曾经跟我说过 作为蒙古人是要信守承诺的 因为我听了你这句话 所以才和桑杰台极相处到今天 当然 事在人为 可我真不知道 你为何非要当那个联络员 阿爸 说白了我喜欢那支部队 他们精怀坦白 颂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他们是一支仁义之士 我早就说过 富贵犹天 那是命中注定 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 难道你愿意 抛开这些高贵的饰品 去穿那些粗布烂衣 风筝挥舞着鞭子 跟着牛马 做一个下等人 我愿意 快乐是由衷的 跟财富无关 不要在你阿爸面前炫耀你的政治观 你说吧 你到底来干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了 第一 我要担任那个联络员 其次我所表白的 通过您和我的谈话 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说的其次是什么意思 关于陈林东迁的事情 阿爸 你可要拿定主意了 千万不能听丧杰的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怎么和我无关 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所有蒙古人 我和所有蒙古人一样 对我们的圣主陈姬四汗 崇拜敬仰热爱 你怎么能说这件事情 和我没有关系呢 刚才你们在达尔嘎沾包里所说的话 我也都听到了 我只想跟阿爸说出我的心里话 陈林是神圣的 绝对不能把他东迁到日本人的地盘上去 阿爸 你就听我一句话吧 我觉得桑杰他是在利用你 他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赫王爷 可可 我只是在跟我阿爸聊点家事 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这么说我来得不是时候了 但我们现在已经聊完了 和王爷 您生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儿 这个老东西也有今天哪 真是报应 这些草要管用吗 管用 只要他睡上一晚上 明天肯定能醒的 您一直说 他在王府得到重用 怎么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明天等他醒了 一切都弄明白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不过了 杨也可怜 狼也可怜哪 瞧他嘴干的都裂口子了 喂他点儿水吧 不用 给他灌上一勺咱们的酸奶汤子 能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真实目的吗 我需要告诉你吗 我警告你别太过分了 我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事事都让着你 一遇到矛盾我就回避 但是请你别挑战别人的极限 我好赖是个王爷 是临时的 我会让他变成永久的 那我也不稀罕 好啊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只能说咱俩没有缘分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千万不要在刀剑上行走 你父亲作为盟长他是有智慧的 我希望他是你我共同崇拜 和敬仰的对象 我说过 处理政务需要的是智慧 而不是感情用事 你说得对 政务需要靠智慧 所以我现在正在动用我的智慧 恶王表面上是一碗水端平 可实际上 他是要借保安团来遏制咱们 让我们处在一种尴尬的僵局中 他好暗中办他的事情 我就不相信了 他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偷偷把成年国民走 眼下 我们与保安团的实力相差不多 保安团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也不占什么优势啊 现在的希望 就是吕大宝能从马德海手上 拿到国民政府的授权书 这样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接管成岭的保卫工作 对了 塔拉 只要诺里马格格肯帮我们 他会说服他的父亲 把警戒权交给我们的 他能不能帮咱们 做他阿爸的工作 这我说不准 但是有一点 自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 我就觉得他身上有正义感 虽然在咱们面前 他没有表现出来 我相信我的直觉 现在就看吕大宝的吧 好 马主任 你口口声声说 我们国共联手 稳顺日本人的阴谋 可联手总不能是一句空话呀 对 对 我这次来 就是向秦主任 马上向国民中央政府 给我们申请授权书 我们已经替你们申请了 那太好了 授权书呢 不过 这个国民政府一度重庆 又忙于抗日 这申请书不是说 一天两天就能办下来的 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这也不好说 十天半个月吧 什么 十天半个月 时间太长了 他们早就把成人冻牵的 推下去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院里的授权书 有什么用啊 哎 兄弟兄弟 别别别别 别着急上火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坐吧 看在我们是老乡的份上 我一定催促他们 赶紧办下来 好不好 马主任 这可是一件火上房的事啊 希望能尽快解决 如果授权书拿不到 达尔呼特人士 不会让我们接管 称名外围的 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兄弟 你呢 回去告诉你们田队长 我们也已经接到了 上风的命令 要求我们要积极地配合你们 对于你们的行动 要鼎力相助 至于授权书嘛 我尽快推出他们让的 团座 向中央政府申请授权书 是件很容易的事啊 为什么不马上给他们办呢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两虎相争 必如一惨 我让拔落还有商杰 恶王爷他们 让他们斗一斗 要消耗相结的实力 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 经霹雳劲的时候 那我们就好把握局面 欲磅相争 渔翁得利 就是这个意思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些人都聚集在成岭 我断定 我断定 他们一定会打起来 文章大人 有风声说 是东贝勒 要把八百市东迁到归随 这可是真的 是 因为日本人有可能要入侵 我们尔多斯 可是 圣主有蜀训 这个 他的灵鹫不能渡黄河 不过长城 大二哥 那疑训 只是人们世代口口相传 并没有写在纸上 立成规矩 是 既然这样 紧急时刻 八百市可以动签 不 孟章大人 如果为了保护八百市 我们愿意随陵迁徙 但绝不会去日本人 控制的地方 我们宁愿往西 去陕甘宁那边 而不是往东 大二姑特人 都是你这种想法 是 都是我这种想法 翁长大人 圣灵 绝不能落到巫寇的手里 目前成林冬迁 只是个粗略的设想 至于 是否实行 本王还没有想好 昨天夜里 八路军骑兵队的田队长和塔拉 跟我谈了很久 我觉得他们是真心为 保护成林而来的 我看 把警戒成林外围的任务 交给他们 比较合适 您看 虽然现在国共合作了 但是共产党 毕竟与我们这些王公贵族 不是一条心 对于他们 不得不有所防范 翁长大人 这件事情 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能做 一时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吗 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 那将是 尚对不起祖宗 下对不起后世儿孙啊 绝不能让八路军的这支部队 留在这里 一定要想办法 赶他们走 是得想办法把他们赶走 但现在的问题是 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 恶王一直犹豫不决 他是怕以后承担责任 所以迟迟不肯下令前陵 必要的时候 可以挟持恶王 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 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 只要恶王在我们手里 就由不得他不答应 我今天又向恶王 询问了千灵之事 他还是在闪烁其词 我看他现在是摇摆不定 桑继军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延 以免夜长梦多 只要把八路军赶走 就可以把八百石牵走 你有把握吗 你的那个好朋友塔拉 他现在就在 八路军的游击队中 这个人可是非常地不好对付 我有办法对付他 什么办法 我在他那儿安排了我的人 必要的时候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们的巡逻队已经全部出动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有效地控制 成岭的外围地带 要统治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保安团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要防止他们走乱 在圣主灵前他们赶胡来 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枪 我可以用这个 这个也不行 它也是武器 那你说我用什么 你的拳头是打兔子的 对呀 有日子没用它了 好 他了 拿到授权书了吗 这个马德海倒是答应给要了 可是他说 最快也要十天半月的 十天半个月啊 酸奶汤子都发售了 就是 我觉得 这小子是他故意刁难我们 不用管他了 我们就在外围警戒 只要是我们在 他们就不敢把成岭牵走 少爷 大少爷 大少爷 又出什么事了 逃走跑了 混蛋 你怎么能把他放跑了呢 可能去成岭的时候 他趁机跑的 什么人会把他放走 我们这儿一定有内贼 此事先不能生长 立刻查出这个内贼是谁 是 等等 凌万 立刻派人设法去找到陶德 找到以后 杀了他 是 满大哥记 他醒了 这老东西命还挺硬 还醒过来了 我这是在哪儿 在奶牛场吗 没有我们俩 你早下地狱了 你昏睡了一晚上 不记得什么了 哦 我想起来了 是图图把我 从地窖里救了出来 把我送上牛车 他们把你关进了地窖 是的 我差一点死在那儿里 也有人敢整你 师大少爷 桑节太极 他为什么要对你这样 有人诬陷我 说我偷了盟长的机密文件 那不是我干的 可是大少爷 抓住这个机会 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啊他 他想让你死 为什么呀 因为大少爷知道 他不是王爷的儿子 他想知道 谁是苏王那真正儿子 他想知道这个秘密 那你告诉他了 我告诉他了 所以他要 置我于死地啊 天哪 他不能这样 他才这样 就会成为恶魔的 桑节变了 他真的变了 他已经是恶魔了 这儿 大少爷 八路军的巡逻队出发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也出巡逻队 我们要是跟他们 遭遇上了 那该怎么办 那就照差把他们赶走 那时候打起来 我们可以开枪吗 这是圣地 怎么能开枪呢 谁先开枪谁不占礼 那样的话 大人会把我们赶走的 那我们该怎么打呀 你怎么这么笨哪 石头皮鞭棍子都可以用啊 好 大少爷 那我就领上弟兄们先去了 去吧 去 去 去 那苏王知道吗 三五锦告诉苏王了 但是苏王不相信 桑节对塔拉 肯定会杀人灭口的 你说什么 桑节会害塔拉 桑节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地位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这样吧 这样吧 等你的伤好了 咱们俩一起去榆林 去见苏王爷 怎么 你跟我一起见苏王 对 去见苏王 王爷 是该知道真相的时候了 只有我亲口告诉他 他才会相信 如果苏王答应 桑节少爷离开王府 回到我的身边 回到草原 他会变成一个好孩子的 慢他 桑节只会杀人 他怎么会变好呢 你看 怎么能不安得 我看见了 给我上 驾 驾 是八路的巡逻队 好 弟兄们 给我上 快 给我让路 让路 这话是他说的吗 小子 我告诉你 咱们的旧长还没算清楚呢 当年 你帮助图桂龙 在老子眼皮子底下 藏了根钉子 今天啊 咱找机会 好好算算这笔账子 要跟你清算这笔账子 是我们 你为虎作厂 歇压百姓 你不得好死 好啊 文的武的 我今天要奉陪到底 今天这路我走定 你们俩 让开 你算什么东西 该让路的是你 别以为你们姓贡了 老子就不认识你们 你们不就是黑马队的一帮土匪吗 施克朗过沙漠 真把自己当成骆驼了 好 别动 我们先别动手 图图 来两句 让你们这些老伙计们乐一乐 图图 你怎么投办保安团了 诸位兄弟 人各有志 你们投靠八路军 我参加保安团 今天各位其主 多有得罪 你这个叛徒 官捕老哥 你别骂人呀 再说了 你骂人也骂不过我呀 图图 你别和他们瞎扯了 你快点来两句 让老子也高兴高兴 什么八路 远看一身灰皮 近看灰皮一身 还以为是一群灰鼠 灰鼠 走进一撂 原来是灰坑坑里挖出个面人 不知道哪来的一群灰人 灰人 灰人 别动 快下马 快来呀 押住他 押住他 快来救火 快来救火 屠突 这不是真的吧 你不会奔叛兄弟吧 你说呀 你真打呀 打我 打我呀 这就对了 不过你小子打得也太重了 打吧 狠狠打吧 要是动起枪来 那就更有意思了 团作啊 我们不能只图有意思 去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吧 那不会 我已经派我们的特工 紧紧盯住田中手下的那几个头部 他们只不过是泥酒 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这帮保安狗子太张狂了 把头抬起来 跟我走 站住 你想干什么 我要去教训教训他们 别胡来 不能扩大事端 这种小摩擦是避免不了的 也在我们预料之中 我们要学会克制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们的兄弟们被打成这样 就算完了 跟他们比起来 我们不算什么 他们比我们惨多了 怎么说 你们把他们也打了 那当然了 论打架 那些王爷兵哪是我们的对手 对了 我这一拳 就把图图那小子的鼻梁给打断了 你说什么 你把图图给打了 是啊 那小子参加了保安团 瞧你们一个个这熊样 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 说 说 大少爷 那些人都是黑马队的 他们出手啊 是又毒又狠的 这次我们弟兄们 真的吃大亏了 你一定要给我们出这口气啊 是啊 大少爷 你看 他们最恨的人就是我 哪儿都不打 专打我鼻梁 鼻梁都打断了 他们这是太岁头上动土 你找死了 给我集合队伍 上马 等等 一定得忍 小布人在乱弹幕 我就不信我们这么精良的装备 打不过一块土八路 藏杰俊 这个时候 谁先开枪 谁就无法在成岭附近驻扎 你不认识 一定得忍耐 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要跟什么人打仗 还是要 完成我们的任务 好 那我们就让达尔呼特人 把他们赶走 都散了 都散了 兔兔 你很勇敢 我知道 你曾经 与我们为敌 而且还当过毒鬼龙 但是 你今天的行为 让我对你另一眼相看 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吗 留在大少爷您身边 对 我现在身边正好缺一个贴身侍卫 不 小人不才 贴身侍卫 如此重任 小人恐怕胜任不起 您还是找别人去吧 你给我站住 这么好的差事 你难道要拒绝吗 小人不敢 只是 行了 行了 别再多说了 只要你好好干 是不会出什么纰漏的 谢大少爷 大少爷如此信任 小人一定尽心尽力 保护大少爷的生命安全 你可听到远古的提声 你可听到远古的提声 夜里有时尽力 蓝色的苍穹 干的热 为什么沉静 他在祝福草原的繁荣 你可知道 成岭的宫殿 静静安息着 天角的棍林 从来没有那边草原 让人感到如此深深 吉祥儿大死 我要把你 珍藏在心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 四百年 正是对成岭莫大的削毒啊 是他拉的 情况有些不妙啊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他干的 他又有什么可怕的 答应你们 我跟你们走 我认为咱们内部就是有奸细 非要把成岭迁到归随去 让日本人掌控八百事 真有此事 在我看来 奴隶永远是奴隶 他已经变成了 日本鬼子的一条走狗 他现在要杀人灭口 要害塔拉